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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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時候喵咪呢 在宮廷都被 都非常備受寵愛著 在宮廷裡面的 很多 不管後妃 還是宮廷的人 他們都非常喜歡 飼養貓咪來當寵物 他們也是一個 代表喜氣跟吉祥的象徵 所以我就決定 好 我也要來畫一隻喵咪 來慶祝一下這個 一百零八朵蓮花 一百零八朵福的 畫蓮的工作 已經就是高一個段落 那非常的神奇喔 我們四月二號左右畫了 居然在四月中旬 是四十五號左右 有在我們的民宿 花蓮壽豐鄉 豐田村 在我們的庫房裡面 來了一隻喵咪 他 哇 生了一窩 好大一群喵咪喔 那生出來了 結果同仁打電話 跟我說 跟我四月初畫的喵咪 福斑喵 居然花紋一模一樣 所以我覺得 哇 這是什麼樣的姻緣啊 後來因為姻緣具足 我就請我的同仁 把他帶上了台北 他來了天龍國 就成了我們家裡的新成員 就來了兩隻 Happy跟Lucky 這是我跟喵星球的這一段 特別的緣分 好